那我们一起回顾上一个视频中的例子,也就是我在这个村庄,我设立了银行,为储蓄者提供投资机会。 我之所以这么做,原因之一是让大家更了解银行如何赚钱,而且我真的觉得这是个很棒的例子。 能教你一些关于全新的财务报表知识,但是它还未含有损益表。 到目前为止,希望你已经熟悉,接下来我们会学习什么是损益表。 假设这是我初始资产负债表,明月第一年年初的负债表,我们看一看重新说过,我想我说过我投入这家公司初始资本为100万美元,这100万来自我的存款,或者去拜访10位朋友,每个人提供10万元。 但是我并不在乎股本是从何而来的,我们所以知道接着我买一栋很有放钱的建筑物。 而且看起来很安全,人民也放心把钱拿出来,放在那栋建筑物里,假设我有一百。 后来村庄的其他人,看见得这栋巨型,他们都会把至少部分积蓄作为我这存款,他们会说,哇,把钱存在这儿,比放在床垫或者埋在后院安全多了。 而且萨尔的银行还说他会给我一些利息。 他似乎是我们村里名声很好的人。 咱们存一部分积蓄在他那儿吧。 于是我获得1000万美元的存款。 当然,我跟大伙说这不是贷款,尽管某种意义上说是我向你借,不管何时需要用钱可以随时来取,因此我需要保留一部分存款,以防隔日你再过来跟我说,你知道的,我昨天把钱放在这儿我需要支付洗漱涯之类的费用。 所以我需要保留一部分钱,而且我发现如果我设定10%的留存率,那会是一天之内人们的一些特别情况发生。 所以我将保留10%的存款作为准备金,也就是现金准备。 这里假定有100万美金的现金准备。 如果我觉得人们有可能在同一个时间来领钱,或者是有较大比例的人们同时来取钱,我会增加他的数额,剩下900万美元。 于是我最后剩下900万美元,大伙给我1000万,我剩下900万可以放贷。 这叫做生产性资本,当我说资本,那只是对别人的商品和服务的求偿权。 这笔钱能被用来建造或产生更高的价值。 比起自己使用这笔钱更能创造价值,这是900万美元的贷款。 我知道我只在用这些专有名词。 我之所以这么做,是因为我认为现金的社会,我们趋于迷钱,或者是钞票,而忘记了它所代表的意义。 这些点数或者钱代表对商品和服务的求知权,我却遇到一些人们对钱很着迷。 就像Kara这个人,我收到一些来信,他们希望我在账户里增加额外的点数,而且对他们非常出迷。 那也是一个数字,记点统计你有什么帮助。 就前而言,这些点数代表将来对商品和服务,这是我一年年初的资产负债表。 我要用这些贷款中获取10%的利息,假设我的银行运营的很好,就会从中获得10%的利息,我会支付从款者5%的额外利息。 那年整个过程中会如何呢? 我将会有多少的利息收入呢? 我把它叫做利息收入,它等于900万乘以10%,我将会拿到90万美元。 那我用的利息支出又是多少呢? 我可能已经用绿色的数字写出来了。 我要为那1000万美元支付5%的额外利息,就是50万美元,我要把这50万美元,尽管我说是一项支出,也可能把它叫做正值。 那时候会这会计已经明白了,让我们把它计为50万。 接着说,在管理这家银行方面,我拥有这家银行,要让它清洁。 要维护,还有需要银行的柜员和保安,我也需要为保安买机枪。 这些方面的支出费用,已经超过小数额利息的支出。 假设我要支付工资,也有一些其他的花费。 假设每年必须支付的工资为5万美元。 另外,为了要维护这栋建筑,经常要喷油漆。 经常要安装新的大理石瓷砖,因为我要让大家看到一座闪耀兼顾的堡垒。 这样,我在维护上支出了昂贵的费用,我花了5万美元,这样我还剩多少呢? 一起来看,900减去500是400。 再减100还剩30万。 尽管我住在一个原始村庄,也没有原始到没有税收,于是这是我的税前收入。 我手机响了,不过先不管它,老实说很难不去管它。 不管怎样,这是我的税前收入。 但当地村政府会说,你还要去支付本村军队,以及我为你提供的其他服务费用,这样他们拿了30%,这是所得税。 假设他们拿走了1%,总共是拿走了10万,现在还剩多少呢? 我的净收入是多少? 300减100,所以我剩下20万。 还可以。 这样的话,你知道这就是损益表。 我将花点时间说明这些如何串起来。 我在四周画一个大一点,好看一点的, 更像个窗户,那么年底我的损益表会是什么样子呢? 假定这是我赚到的钱。 假定这些贷款还没有还清。 人们只支付了10%的利息,所以在损益表上仍然有某些贷款项目。 让我把贷款也花上。 我仍然有900万的资产,也就是这些贷款。 当他们还没有付清,我仍然拥有这栋楼。 实际上由于我花了5万美元做维护,银行的所有磨损都被修复了。 于是它价值,我仍然可以有100万的这种建筑, 以及900万美元的对外贷款。 之前我有100万的美金,那么现在有多少现金呢? 我之前有100万,现在做这样一个假设。 假设在这里总存款额不变, 也就是我有100万的现金,并且存款没有太大变化。 这年里我赚了20万美元,把它记在后面。 这20万,现在基本上是我120万美元的现金。 我的存款不变,还有一千万的存款。 这些是负债。 我把欠了那些人,把我放在这儿的人。 我欠他们钱,那么我剩下是什么? 我股权是多少呢? 我的股权是权益是100万美元。 那现在的股东权益等于总资产减去总负债。 我目前的总资产是9加1是10,再加上1.2。 我有1120总负债1000万美元。 所以我现在有120万的股东权益。 现在有趣的事情发生了。 我的股东权益有哪些改变了呢? 我原本有100万的股权。 现在我有120万美元的股权。 所以我的股权从100万美元变成了120万美元。 我们可以称它,如果你用数字符号的话, 你可以用Delta表示,三角符号表示, 变化量,我的股权变化量为20万美元。 和净收入相同。 那么什么是损益表? 首先这是一张损益表。 但是它怎么跟资产负债联系起来的呢? 以后我们会讨论现金流量。 资产负债只是这样一种印象。 给定的时间点你拥有和所欠东西的反映。 这是年初的资产负债表。 这则是年底的资产负债表。 这是年初你拥有和所欠债。 这是年末的快照。 反映出你拥有资产和所欠债务。 损益表告诉你,这一年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。 因此实际上它要告诉你的是, 从资产负债表中得到损益表,换一种思路。 损益表最终告诉你所有的投入, 也就是说这些钱来自哪里, 用在哪里,税收以及其他形式支付出气。 最后还得到一个资产中的产生改变的部分。 如果你年度的净收入是正值, 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会以相同数额增加。 如果你的净收入值是负值, 那一年资产负债表上的股东权益会相应减少, 所以实际上你可以把你的净收入视为股东权益的变化量。 另外一个会问的是, 你的股权回报是多少? 你的初始股权利益为100万美元。 我们赚到了多少钱? 它增加了20万美元, 于是100万赚了20万。 我们把100万积作100K, 实际上赚了20%, 那就是来自股东权益的。 我们投资100万美元, 获得多于它的20%, 也就是我们股东权的效率, 也就是ROE。 注意了,ROE就是股东权益的收益率, 它们是一样的, 也就是股东权益变动量除以初始股东权益, 这相当于该时期的净收入, 我们把它定义为初始股东权益。 有时候人们会用平均股东权益, 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工具, 至少给你们介绍了损益表的概念, 并向你们展示如何用用它会计之美, 你手边可能不同的财务报表, 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, 给我两张资产负债表, 可以编造一个损益表, 这张损益表是通过这两张资产负债表。 好了,下个视频再见。 ,下个视频再见。